前色花瓣好夢幻 宛如馬卡龍般五彩繽紛 十分吸睛 你沒看錯 這其實是台灣外銷知名的 花卉蝴蝶藍 經由專業的染色技術 呈現另一種風貌 它的這個詢溫度跟買氣 是一直往上升 它的價格可能會約莫 可能隨著市場的調整 可能會三成到五成 石敬南染色蝴蝶藍 跟馬卡龍相比 確實有幾分相似 這樣的染色技術 又分為溪染和微奈米噴霧型 兩種 溪染的蝴蝶藍 在原本的顏色上 增添的一種顏色 呈放射狀 微奈米噴霧型 則是直接噴在蝴蝶藍上 單色雙色都很受歡迎 不過其實原生的蝴蝶藍 就已經有各種顏色 不同品種 呈現不一樣的風貌 顏結僵致 詢問度相當高 為它漂亮 賣酒 對 像我們家的花 來跟它買的蝴蝶藍 可以從春節放到端午節 一般的話 過年的話 他們就喜歡買青黃色的 喔 青黃色 像這種青黃色 這種黃花系列 黃花系列 就是鈔票 就是金錢嘛 蝴蝶藍受到青賴 年節買氣增 花式還特別延長 三個小時的營業時間 過年前五天 更是24小時不打烊 但不敵原物料上漲 今年的蝴蝶藍漲了一到兩成 上市原價350元的蝴蝶藍盆栽 現在得多花30到50塊 才能買到 我買了十幾年 真的今年花很貴 不只藍花 就一般的小的裝飾花 也都漲很貴 從50塊漲到80塊 因為原物料啦 鐵條啦 水草啦 尤其我們那個水草 都紐西蘭自立進來了 電單也提醒 一般原生的蝴蝶藍 最長能活三個月以上 但染色蝴蝶藍 壽命較短只有一個月 民眾在照顧蝴蝶藍時 也要注意 不要灑水在花瓣上 讓蝴蝶藍的美麗 延續久一些 華新的方廳 張道勇 陳建安 台北報導 有事沒事 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介紹